左派和右派常被用来区分政坛上的两股政治势力和他们的政治主张 其实在历史书上,政治论书上出现的次数之多 与大家对这个概念知识甚少,形成了鲜明对比 今天我们就着上一期美国两党的发展 民主党共和党的视频来继续延伸 美国政坛上的左派和右派到底代表着什么 美国两党的左右派是如何发展的 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 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 对两党历史还不熟悉的观众 可以点击下方按钮,查看上一期视频 1789年9月,法国大革命一时 在法国制宪议会会议上 议员们激烈地讨论国家未来发展和政治体制 在议长的右侧,做着等级较高的一二级议员 他们反对彻底的革命 主张建立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 俗称立宪派,也称保皇党 在他们的对面,也是议长的左侧 则是等级较低的议员 他们主张完全限制军权 建立议院制议会 这种划分方式并没有随法国大革命的结束 和制宪议会解散而消失 以作息位置代表政治理念的划分方式 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主张保留有限军权 或者可能保留旧有社会体制的保守派 就在议会右侧 他们是右派 而寻求彻底变革的激进者 住在议会左侧 他们是左派 温和派住在议会中间 视为中间派 而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 中央左右的划分 代表的意义也会不一样 而且现实情况极其复杂 在有人希望通过左右的划分 将全世界政党区分的时候 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甚至是难以划分的情况 首先说共和党 共和党在1855年成立之初 就赢得了1866年的总统大选 开启了共和党的独霸时代 直到罗斯福总统上台 从1866年到1912年 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美国总统基本都是共和党人担任 这段时间 民主党基本跟美国政权合园 期间双方好几次差点爆发 美国第二次内战 在这个时期 共和党是典型的左派政权 主张种族平等男女平等 国籍出生地原则 也就是在美国出生 就能获得美国国籍 这种极其开放的宪法原则 就是在1868年第十四修设案中确立的 作为在野党的右派保守主义民主党 在此期间 依然是南方中奴隶主的代表 是民族主义者的聚集地 到了20世纪初 共和党依然牢牢把持着美国政府 共和党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狂奔不止 当时的社会议题不再是种族主义 而是让全国人民提升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平上 1901年到1909年在任期间 美国共和党总统 孝多罗斯福 也就是孝多罗斯福的叔父 在内政上大力推行公平政策 打击托斯拉垄断 灌注中下牢工的基本权益 保证公共消费者的安全和权益 首次将环境保护 作为国家长远利益的根本 而民主党依然继续自己的种族政策 这些政策被称为积谋克劳法 包括白人和黑人不能乘坐同一辆车 白人和黑人不能上同一所学校 接受教育 在餐厅 黑人和白人必须分开就餐 黑人和白人必须住在不同的公寓楼 禁止白人黑人通婚 以及同居等等 这些种族隔离政策 在美国内战结束100年后 才被彻底废止 在1964年通过1964年民选法案 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 才在法律层面上 对任何歧视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 表示了否定 民主党就是在种族主义的挟持下 在保守主义路上忙忙壮壮 不出意外的话 民主党甚至有可能在美国经济更加开放 更加多元化的工业发展中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然而凡事都有转机 民主党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 美国移民浪潮有增无减 民主党抓住机会迅速拉拢移民 曾经无比排位的农历主后代们 摇身一变成为拥抱全球化浪潮的自由派 1912年总统大选 民主党退举改革派的知识分子 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 共和党这边则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前总统 罗斯福总统的叔父 孝多·罗斯福和共和党分道扬镳 代表进步党参选总统 到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 罗斯福赢得27%的普通选票 共和党候选人塔夫托23% 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 以42%的得票率当选 威尔逊上台之后 和控制国会里的共和党进步主义力量 结成联盟 在八年的执政生涯中 大力推行了许多新的进步主义政策 包括将反托拉斯法系统化 对个人的所得税 多农民的新政策 以及对铁路工人的八小时公式规定 并且在1919年 推动通过了第19条修正案 妇女终于在美国独立143年之后 也获得了投票权 民主党终于成为了大政府 小市场的自由主义代表政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新世纪初开始洗牌 共和党里的自由派人士纷纷跑到民主党去 而民主党里的保守派人士 也纷纷地转投到共和党的怀抱 也就是民主党成为了左翼 而共和党成为了右翼 逐渐开始了一次左右调换 维尔郡总统信任之后 共和党卷土重来 1921年到1923年 由共和党人沃伦哈定担任总统 1923年到1929年 共和党人约翰·克利支担任总统 实现了克利支繁荣 1929到1933年 共和党人赫伯特·胡福成为了总统 开启了经济大萧条时代 在此期间 共和党人奉行小政府 大市场的市争理念 虽然一度让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最烦扬的国家 然而也让美国尝到了自由经济的苦果 政府的无作为 市场绝对自由 没有任何制衡 大企业大财团 通过兼并垄断 和压制中小劳工阶层的工资 而获取暴涨的利润 没有理性解质的信贷 和轮番轰炸的股票投机 最终导致1929年 10月29日的股票大崩盘 而胡福内阁 依然继续不作为 最终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 此时此刻 美国理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民主党人弗兰克林·罗斯福 入主白宫 在罗斯福当选总统之时 美国两党的政治理念基本定型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保守派 和自由派人士 均在各个阵营里就位 罗斯福在任期间 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 也让民主党彻底转变为 一个自由主义政党 从而信任了 大量共和党内部的自由主义者 二战之后 民主党就像共和党一样 在一次战争中 牢牢把持着美国白宫 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的公正政策 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的新边疆 到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从罗斯福到约翰逊 整整36年的时间里 民主党对美国社会 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视为左派 其政治理念 是追求独立训言建立的 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 而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治 冥想和为民原则 被民主党吸收 在民主党的政治蓝图里 美国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 机会平等 数会公正的国家 说了半天民主党 接下来说下 林肯的党在二战之后 又经历了些什么 他又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1964年 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总统 签署了民权法案 该法案 使则可被视为第二宪法 其宣布了因种族 肤色 宗教信仰 性别 或来源国 而有的歧视性行为 为非法 而这 最终导致美国人分裂成 两种不同 且互不相应的宪法文化 民主党终于因为这个法案 失去了南方中 而民主党也因为民权法案 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支持种族拼责的副总统 汉弗莱 与在白人蓝领工人中 大受欢迎的种族隔离者 乔治·华莱士 各自为战 导致民主党票仓分割 并且共和党内部经济上的 绝对自由市场派 宗教保守派 和南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开始逐渐其为政治联盟 在大选期间 共和党人尼克松 采取南方战略 主动套白人种族主义者 令南方各州 从此成为共和党的基本盘 并最终赢得了美国总统位置 而且我们要知道 60年代之后 美国南方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 这里工厂林立 白人工人是主要的社会阶层 就是所谓的新兴冲产阶级 而在经济政策上 共和党减少政府干预 降低税收等政策 更受到这些人的欢迎 到了1980年 民主党已经失去了 大多数社会经济阶层的支持 共和党人里根 组成的里根联盟 控制了整个1980年代 到了1984年 里根在普选中赢得了将近60%的选票 并且囊括了49个州的选举人团票 创下了获得525张选举人票的记录 即使是在明尼苏达州 米日党候选人也只超过了里根3761票 意味着共和党差点就要创下赢得全部50个州的历史记录 里根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 他将所得税降低了25% 减少了许多苛刻的赋税 同时也解决了 自1970年代以来 一直蔓延的经济智障 遏止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以及经济衰退 就这样 曾经激烈捍卫农历制和种族隔离的民主党 一步步成为民权运动的同路人 而共和党 却背弃了林肯等线烈的理念 遭到了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选民的抛弃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请三连支持一下 作为周庚UP主 您的支持 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